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共諜警訊 澳洲反干預法首例 楊醫生被判監33個月 當庭哭了 被控為古巴擔任間諜40年 前美大使願意認罪 中國大局基本已定 只有造反一條路了 阿波羅網報導 俄羅斯文章打臉中共 一個圖案曝出歷史真相 阿波羅網報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1日星期五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共諜警訊 澳洲反干預法首例 楊醫生被判監33個月 當庭哭了 2月29日 在澳洲反外國干預法下被起訴的第一人 華人社團僑領楊醫生被判2年09個月的監禁 成為澳洲第一個因觸犯外國干涉法被判有罪的人 楊醫生必須服滿12個月的刑期 去年12月19日 維州地方法庭經過數天的審議 並聽取了2週多的證據後 陪審團裁定 楊醫生試圖秘密影響前聯邦部長艾倫塔吉 以推進中共目標的罪名成立 68歲的越南華裔楊醫生於2020年11月被控準備實施外國干預罪 這一指控涉及2020年6月在楊醫生的安排下 塔吉代表墨爾本醫院接受了37,450澳元的疫情捐款 這筆捐款是楊醫生作為大洋洲華人組織聯合會主席籌集的 2020年6月 塔吉的辦公室組織了一次媒體見面會 在醫院移交了一張募捐款的支票 檢察官說 楊醫生作為一名華人社區領袖 是擔任中共統戰部代理人的理想目標 在整個訴訟過程中 一直處於保釋狀態的楊醫生 在庭上得知自己將立即被送往監獄時哭了起來 並拿起了紙巾 梅登法官表示 楊醫生利用自己的良好聲譽向善意的社區成員募集捐款 而這些社區成員並沒有意識到向醫院捐贈禮物背後的真正動機 梅登法官說 他選擇一名內閣部長作為其犯罪意圖的對象 構成了本質上嚴重犯罪的例子 儘管這位68歲的老人年事已高 身體欠佳 而且入獄期間 會對他的妻子和8歲的兒子造成影響 但梅登法官認為 監禁是唯一的選擇 被控為古巴擔任間諜40年 前美大使願意認罪 2月29日法庭記錄顯示 一名前美國大使將對數十年來為古巴從事間諜活動的指控認罪 大紀元報導 現年73歲的維克多曼努埃爾羅查 曾於2000年至2002年擔任美國駐波利維亞大使 他於去年12月被指控犯下多項聯邦罪行 包括非法擔任外國代理人 使用騙取的護照等 但他至2月中旬仍未認罪 不過 週四在邁阿密聯邦法院舉行的聽證會上 羅查表示 他已同意承認兩項秘密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的指控 這兩項罪名最高可判處5至10年監禁 美國司法部表示 羅查曾於1981年至2002年在美國國務院工作 他曾於1994年至1995年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 並在2006年至2012年擔任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顧問 根據法庭文件 羅卡在2022年和2023年與一名冒充古巴情報人員的FBI臥底特工會面時 承認了他數十年來為古巴工作的事實 中國大局基本已定 只有造反一條路了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導 中國財稅專家麗子老師在視頻中說 中國的大局基本已經定了 中金統計 中國總資產790萬億 國企佔到了360萬億 佔到45% 中國那部分有錢人資產共260萬億 佔中國總財富的36% 中國前100 前1000這些大富豪的佔到260萬億 剩下近一個億的中產階級佔到中國總財富的13% 剩下的13億人佔到中國總財富的百分之三點幾 白錯說 按他所講 算下來 上千個大富豪們人均資產約2600億 1億的中產們人均資產約103萬 13億的百姓人均資產約2萬 陶太郎表示 我的地位定了 我的財富佔中國總財富的3點幾 不過是和13億的朋友一起分享 大內敵手哈哈哈哈留言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用財富來形容他們很不妥 他們只是礦或礦渣 歐內瓦爾認為 只有造反有理一條路了 清兆說 財富分配不是金字塔 而是迪拜塔 甚至比迪拜塔還要高中 還要陡峭 因為幾乎沒有中產 暴富以下基本都是暴貧 俄羅斯文章打臉中共黨魁 一個圖案曝出歷史真相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中共兩會召開前夕 《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 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中共黨魁講話 文章中引用了中共黨魁2014年的一次講話 其中聲稱 人民政協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 而且類似說法在文中不斷出現 但是卻沒有提及蘇聯一次 然而 2019年3月14日 自由亞洲電臺曾經引用了俄羅斯《生意人報》當日文章 該文章指出 中共的兩會制度就是按照前蘇聯的那一套建立的 一年一度的兩會 就是背後的陰謀詭計和勾心鬥角塵埃落定之後的活動 它無權做出什麼實質的決定 俄羅斯文章還評論說 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像西方的參眾兩院議會的兩會 其存在的目的實際上就是在根本沒有議員的情況下 給予所制定的法律的合法性 從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掌權以來 還從未發生過政協和人大推翻了某個中共政權所制定的法案的事情 這個評論無疑是對中共黨魁講話的否定 在《求是》雜誌文章中 中共黨魁在2014年說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 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等等 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高華教授曾介紹一段實施 他說 今天有史料證明 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做過一些指示 1947年12月 毛澤東曾經和斯大林進行電報來往 毛澤東曾經提過 就是當我們革命勝利以後 我們準備把這些民主黨派全部一腳登開 結果被斯大林否定 中共向斯大林請示並遵照執行的做法是其歷史上的大醜聞 蘇共的影響在中共政協的會徽上即可以清晰體現出來 2018年 有文章將蘇聯國徽與中共政協會徽相比較 其中賣穗 纏繞仇代 太陽照耀 地球 紅星等元素齊全 且都與蘇聯國徽位置一致 文章說 其繼承和發展關係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政協會徽的設計者之一周令昭 同時也是天安門長樓上毛澤東向中共國徽 八一勳章的設計者 被吹捧為中共國設計第一人 一輩子為中共塗脂抹粉 最終卻因中共無預警放開清零政策 導致疫情如海嘯般爆發 大量中共高官和名人扎堆離世 其中就有周令昭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patreon.com 鏈接吻 再祝您真不正的會 感到致力是 buckle ク趣的給你們 神給你 還有兩位 我會不會忘記 我會忘記